大家好,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就在一个叫库奈奈的地方待了下来 这库奈奈在哪呢?是那美比亚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我们待呢,是山里头的一个农场 听我们这个老向导啊,他跟我们说他起,没来过这地方 我们就有点半打赌了 到这地方呢,它是一个四周真是一望无际 来这儿的人基本上就是背包客或者是拖车过来的 他应该也有住的地方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来野营的 他住的地方好像也坏了 没有,还在修建 所以呢,我们来的时候就全都是野营的人 他这农场呢,你看基本上都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棕榈树 我们在这儿呢,就是来,我们奔这儿来 其实一个核心的要点 我们是要看一个鸟 名字叫Cinderella waxbill 和哪个鸟相近呢? 之前我们不是看了安格拉兰氏雀吗? 那是Blue waxbill 这个鸟呢,是灰色和红色结合的 所以这叫Cinderella waxbill 也一般人当地就管的叫Cindy 这个鸟呢,比较罕见 它比那个蓝色鹊啊,Blue waxbill啊 要罕见的很多 而且呢,好像在纳米比亚就这一点地方 好像在安格拉那边比较多 就在纳米比亚就这一点地方 所以呢,人们就都专门上这儿来看这鸟 那正好我们今天,我们花好长时间找这鸟啊 所以呢,我正好也借了机会介绍一下 这官鸟的相关的这个行头 长途官鸟,你需要哪些行头啊 一般的呢,登山的全件套都有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些人 他们登山的鞋、衣服都得有 再有这地方呢,特别晒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帽子 这个澳洲人一般都比较齐悲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人带大相机 望远镜是必不可小的 而且是高质量的望远镜 那你就能看得更清楚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 都需要高质量望远镜 有一些人眼神就好 他拿肉眼配上一点望远镜 看就比我们拿这个高倍的望远镜 看得还清楚 这一点折没有 这对我们来说 基本上我们跟他们相比 就像残疾人一样 他们是打老远拿眼一飘 它就能飘出颜色来 我这还拿望远镜前那看呢 还有相机呢 就是其实官鸟的人一般啊 不太照相 除非你是摄影爱好者 然后你摄影的题材对象是鸟 那也行 那我们家这位他喜欢摄影 然后他也正好关鸟 所以他就两边都尖着了 但你看我们这一个群组里边 其他人带相机的特别少 基本上都是关了一辈子鸟 然后拿出小APP来一条沟 以寻找 这APP的品种呢 非常多 我们这边常用的呢 有Ebird 还有Murdin 南非和这个南米比亚这一带 专门的有那Sasselbird 你看这就我们专门到那Cinderella 来等着 天特别热那一天 我们就在这静静地等着呀 等着这些鸟能来 然后呢 除了这些鸟的APP之外呢 有的人有时候还能会带小口哨 那个哨一吹 到时候能吸引鸟来 但那就已经属于高阶一点 我们基本上不吸引鸟 我们就是看见有什么是什么 但你出来还一定要带水呀 这种时候 你如果不带水容易中暑啊 然后呢 我们当然到了这种地方 要开越野车 观鸟即使在澳大利亚的话 你出去呢 你如果要想真能看到 比较少见的鸟 你还是要有越野车的 进山嘛 当然了 也有一些地方 它就不那么偏僻 它也会可以看到鸟 但像这种呢 就属于是专门到一个地儿 就为了看那只鸟 这基本上是属于Nerd那种 观鸟的Nerd这种人 那我们这里群里边有好几个Nerd 所以呢 我们这次实际上搭了他们的便车 他们认得出来的多 我们就跟着一块看看完 我也跟着挑钩 我们这次旅行全程 他们大概认出来了 280多种 我呢 是190多种 那将近差100种了 也就是说呢 我在跟着他们后面 手忙脚乱的挑钩的时候 我还拉掉了三分之一 这就是这水平差异哈 我们到这地方来看鸟呢 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山里边啊 它因为都是棕榈树嘛 虽然棕榈树啊 那个鸟特别多 你在那个地上站着听 你就能听到很多种鸟类 可是它叶子太大了 所以这一鸟一飞进去 你是完全不可能看掉的 它不像小鸟 小叶子那种树哈 你往那一站 你就能看到很多种 它那小叶子在那 你稍微有一鸟一晃 你马上就看见 但它如果是一片大叶子的话 它在那里边怎么晃 你也看不见 所以棕榈树 其实是看鸟的大敌哈 你看为什么我在这 老赵这两个人呢 这俩人他是当地的新巴族 新巴族人呢 他有一特点 就是他的前身啊 是不穿衣服的 这女性啊 就坦凶路辱啊 那我们看着以后 我们觉得 哎呀好神奇啊 他这新巴族人啊 有一个在历史上啊 他就一直保留 他的传统的生活习惯 这习惯是什么呢 就是不洗澡 他一辈子也不洗澡 他是说不用水洗澡 但是他们身上呢 就涂那种棕色的油纸啊 我就想这一辈子不洗澡 再抹上油 这什么感觉 可是呢 你看到他们的皮肤是 非常非常亮 非常看着 质地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想 他这个可能也是一种 特殊的方式 适于在沙漠里边生存 那他们到现在呢 还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传统生活 他们见到游客呢 他会过来跟你打声招呼 你要愿意给他点钱 他也愿意收着 他和那种在旅游点上待着 然后专门靠收费生活的人 还不太一样 这个呢 你不给他也不会怎么着 但是你给他会很高兴 但你如果要照他的相呢 那你还是应该给人家一些钱 我们呢就是碰到了三个人吧 我们就给三个人 每个人一些钱 你要是只给了其中两个 那第三个还皱着眉头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来到这儿呢 鸟没看着多少 但是这个看到了新巴族人 我们还是挺兴奋的 你看我们在这儿一连待了三天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鸟是最少的 但是也迎是个不错的地方 说到这里再见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鸟是最多的地方 我们在这儿呢 感谢观看